首尔大学历史系教授金炳德教授发表论文 在虎三的京郊 李白是我们韩国的后裔 说咱们韩国后裔呢 把讲出故事来了 说当年秦王李世民打到这个 不是秦王的 唐太宗李世民打到这个高丽 俘虏了一些高丽人回来 高丽人不是姓李的多吗 俘虏有顺利一百多 李白的先祖就是给俘虏过来了 但是到后来李世民不是明君吗 人道主义 放了吧 放了 放了呢 李白的这个祖宗在回朝鲜的路上 不是在回高丽的路上 你说他这个心思也很奇怪 他突然想到唐太宗会不会变卦 就是说好我们放了半截又把我们抓回来 说与其这样啊 我也别回去了 我就打到回府吧 又又 就是走到半路上又往东走 又往东走 也不知怎么走 差了 走到吉尔基斯斯坦呢 这走的太差了 这也太能走了 这要坐图145飞机才能到 我154 走上不容易 走到吉尔基斯坦岁月城 好 图中还带着个高丽女子 生下了 现在考证出来 孩子 他四个老婆还是五个老婆 也有很多人花很多 李白 不过 不过这个是其实在过去 就中国学术界 其实很多人已经考证过 现在一般比较接受的说法 他的确是岁月城出身 但是 这是没问题 但是 但这个考证也质疑 那考证是 是是是郭沫若做的 那郭沫若这本书 李白一杜甫呢 是文革后期 是文革中间写成的 郭沫若有这个古为金用的一个习惯 那个时候考证出 他是中亚岁月城呢 有一个重大的现实意义 什么意义呢 因为那时候中苏边境之争 我们把这个什么 那个是这个几个条约啊 那个时候不是沙皇抢了 中国很多地方被加二胡啊 很多很多包括 李 那个郭沫若这个考证 郭沫若这个考证就证明 这些地方原来是中国领土 中亚岁月城当初是中土 现在才变成苏联领土 所以他当时这个考证呢 还是有他的政治动机 不过 不过我也记得有些别的大学者 也都做过不同的路线的考证 也都考证出来 最近另外一个考证说是天水的 对对对 甘肃天水 这人家甘肃天水抗议了 这是人家学术考证 甘肃天水最近 今天 搞懵 最新消息 继韩国首尔金炳德教授之后 我们甘肃天水出了一个教授 叫雷达 雷达 雷达教授写了一篇文章 说李白是我们甘肃天水的 好家伙甘肃天水发起签名运动 签名啊 签名 就是什么 这跟签名有关系 这也能民主吗 对啊 他们你看 但是甘肃天水目前已经有一个了 甘肃天水目前的主体旅游品牌呢 是福西 福西 和世界华人寻根技术 福西 这是没法考证 福西这个都是你们的了 李白他也就是我们的 网友签名等活动 颇为热闹 这个签名有意义吗 我是听一个作家讲过 我也不知道他哪来一句 他说没准李白 就是金发闭眼连变胡子呢 对 不过李白是胡人 是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好像有很多人这么说 有胡人的血痛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要了解唐帝国 跟今天的中国概念是不一样的 唐帝国是个多元民主帝国 当年长安里面有多少胡人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唐朝啊 这个国家 他那么强盛的时机 尤其盛唐时期啊 一个国家很强盛啊 他会出现一个现象 就特别媚外 越长盛反而越媚外 他无所谓 他也不怕人家进来 他说举个例子 白居易 老在自己家里头摆个帐篷 说要学这个图厥人的生活方式 然后呢 这个当时有个很不像话的一个太子嘛 一个这个太子就是一天到晚 也说胡语穿图厥服 没错没错 对不对 没错 就那个时候唐朝本身就是 没有什么这个民族概念 就是他回合人的一大堆 而且而且那时候概念啊 开放的今天都不能理解 我看过白居易篇文章 他他说他的诗写的好啊 他说他怎么好法 他说有有他的朋友家里招记啊 就是招这个性工作者 考试就考他的那个长安哥 然后他很得意啊 你看他说来艺女子啊 就背的非常好的长恨歌啊 没错没错 今天人家不是说 谁的那个那个包包里发现这个文化苦吕 人家都不高兴嘛 对不对 那个时候说你可行啊 这个所以金之鱼 就是什么时候的白居易嘛 有种什么说法叫做什么脏堂臭汉呢 是不是 有这么一种 这哪在那时候放胀的很了 什么趋向报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嗯